各位朋友大家好 希臘的聖托里尼島 很多人就會簡稱它為聖島 這個視頻我就會詳細和大家分享一下希臘的聖島 一大早我們就起身準備看日出 希臘的聖托里尼島 就是位於希臘大陸的東南兩百公里的愛琴海上 有一群火山組成的環島 聖島就被稱之為藝術家的聚集地 攝影師的天堂和杜物語的旅行聖地 一邊欣賞著日出的美景 一邊品嘗我們地中海的豐富早餐 地中海的飲食就被認為是最健康的一種飲食方式之一 希臘的美食就將這份地中海的風情 融入到他們的飲食當中 今早我們所吃的這個早餐 就是最典型的地中海式早餐 以麵包為主 搭配他們希臘最出名的乳製品 還有希臘咖啡和一杯橙汁 每個人都有六隻小麵包 最初我們都說這麼多麵包 怎能吃得完 誰知每個麵包都有不同的口味 麵包每個都容易辣辣 有齋包也有搭配不同娛樂製品的麵包 每隻麵包入口都非常好吃 我們三個都想不到 每個人的六隻麵包全部都吃完 還有小鳥 它的奶製品真的超級棒 好香 吃完這個早餐 個個都超級滿足 我們所住的酒店還有遊泳池 每一家麵玉套房裡 還有兩人的私人浴缸 從酒店看出去外含海的美景 真是美不勝修 在聖島上建築是有規範和要求的 所有民宿是不給棟大的招牌的 每一家民宿他們的牌都是這樣貼在牆上 我們住在酒店三層 來到聖島 住一間漂亮的酒店 真是非常有必要 大家記得過來聖島的時候 要吸取我們的教訓 事先早點和酒店聯繫好 約好地方等他們過來接你 千萬不要像我們昨晚一樣 走這樣的石春路 用手斥著行李 爬高爬低整個小時都未找到 吃完早餐欣賞完日出之後 我們就出來遊聖島 現在我們見到的這些雷 他們就是在島上最主要的搬運工 如果過來聖島玩的話 建議自己一定要租一輛車 我們從酒店出來的時候 就問酒店拿了一張聖島地圖 幾乎每一間住宿的地方都有這張地圖 拿著這張地圖 上面就有標著島上最值得掛的景點 跟著地圖上面的標識定位去找景點 這樣就可以了 希臘的聖托里尼島有三個小島組成 它的總面積有96平方公里 整個海岸線的長度有69,000米長 常住在島上的人不多 有15,000人左右 他們大部分都是希臘人 希臘作為一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 他們的旅遊業相當發達 而希臘的聖島 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 聖島是柏拉圖北下的自由之地 它是愛琴海上面一顆摧殘的明珠 相傳在五千年前的青銅時代 聖島就是一塊由火山崖構成的陸地 聖島也是傳說中 古代發達文明阿特蘭蒂斯大陸沉沒的地方 島上的主要經濟就是旅遊業 晚上的時候海風就會冷一點 白天的時候太陽出來 氣溫有多舒適 在聖島上有300多座教堂 大部分希臘人所信奉的教是東正教 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牢牌之一 它亦都被稱之為希臘的國教 自己開車環遊聖島 見到覺得美的景點想看的景點 隨時可以停下來欣賞美景 這次我們的淡貴遊聖島 可以盡情感受聖島上的這份寧靜和浪漫 整個聖島看起來就像一個藍色和白色的童話王國 這裏的美就連愛神來到都會流連妄返 這次我們三個人都同時認為 在淡貴的時候過來希臘的聖島玩 真是性價比非常之高 避免了往季時候的人潮擠湧 酒店的價格全年最低 當然亦都有一些缺點 就是在島上開的食肆 在淡貴的時候不多 在希臘用英文和他們溝通是完全沒問題的 他們大部份的人都會講英文 在我們剛才走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和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聊天 首先我就問他哪一個藍色的教堂值得去 他就跟我說在島上有三百多個大小不一的教堂 每一個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我還問他旺季的時候和現在有什麼區別 他就說人多很多 很多的酒店都要提前很長的時間才可以訂到 不少的房價都要去到八百到一千歐之間 我就問他旺季的時候是什麼人過來玩的多呢 他就說我實話實說 很多都是剛剛拍拖的情侶 又或者是情人關係的情侶 在生中不可錯過的必來一次的旅遊勝地 每一位來到盛島旅行的遊客 都會被這裏大自然的美所徹底征服 在島上有眾多的白色房屋 他們層層相連 高低錯落有志 這些這麼特別的房屋 就成為了盛島上這份獨特的城市景觀 這些屋很多都有著白色的牆 藍色的窗和門 然後就再裝飾幾盤彩色的花 一步一徑無論你走去哪裏隨眼一望 都是一幅絕美的畫面 我們大家都對它白色房屋上所用到的建築材料非常好奇 很多不單單可以保持顏色的雪白 而且很少會裂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我環島友的整個過程當中 在我的畫面裡幾乎都見不到其他的遊客 如果在夏天旺季的時候過來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你就絕對拍不到像我這樣拍出來的沒有遊客的風景照 昨晚我們就是走在這些石春老場面 趁著行李上上下下整個小時 真是想起都很好笑 盛島找酒店和盛島旅行 都是我們旅途當中美好的回憶 在盛島上幾乎你走在哪裏都可以見到教堂 我們就在這裡計算一條數 在島上一萬五千人都不夠 就有三百多座教堂 也就是平均五十個人左右就有一個教堂 在島上教堂的數量真是多到驚人 走在島上時不時就可以見到這些搬東西的雷 在夏天旺季的時候 遊客也都可以騎著這些雷 在盛島上觀光 我就跟這些師傅聊天 他們就說一頭雷一次最多可以托三袋東西 每天都要來回幾次 每一袋都差不多八斤重 說真的 盛島上的雷都頗辛苦 在島上就給我感覺到 Hailey的人民非常之熱情 有問必答 有幾次我們走走走走 當失路找不到停車場的定位地方 只要問到的在島上的居民 都會熱情地幫我們指路 還有幾個親自帶我們去停車場的位置 我就試過一次在問路 問兩位正在玩球的小朋友 看上去他們就是十多歲左右 他們就馬上停止打球 親自帶我去到我停車場的地方 真是好感動 在盛島上除了幾個非常出名的景點 和幾個村落之外 盛島的面積其實是非常之大 隨著我的鏡頭 你就可以看到其實在島上 還有很多地方還未開發 除了看白色的建築 藍頂的教堂 還有紅沙灘、黑沙灘 我們預足了一整天的時間 留在盛島上 當你走在島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因憑時間流勢 我都與世無憎 我們三人對這次的盛島之行 都是感慨萬分 最後我們就總結了一句說話 希臘的聖托利利島 可以治愈一切 人間值得 希臘的聖島 是推薦在人生中必離一次的浪漫之地 在島上牽著你自己喜歡的人的手 萬步在藍與白的世界當中 面對日出欣賞日落 感受令人消暈的藍與白 在這個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 欣賞一生中不可錯過的美 不過我們這次三個人過來都是三資工 希望下次還可以有機會 和自己喜歡的人過來聖島 住兩三天 慢慢享受這裏 令人如癡如醉的藍與白 行情緊湊 我們訂的機票是 晚黑九點半非希臘雅典的機票 我的希臘聖托利利島之遊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接下來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歐洲文明的發源之地希臘雅典 大家記得留意收睇 把車開回來機場還車非常方便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